全红禅为何被队友孤立 师姐说出了大实话 红结以后必须严加注意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量仔聊球 我是量仔 如果你喜欢量仔的视频 别忘了给我点点赞和关注 谢谢大家的支持 接下来我们言归正传 说一下全红禅最近被孤立的一个情况 那么大家也知道 其实目前的阿联酋的跳水表演赛已经结束 全红禅这边也是跟随着自己的队友 已经返回了国内 并且接下来的三周之内将会进行隔离 那么我们也知道 其实全红禅在这一次的整体的比赛表现 还算是非常的不错 虽然说他的师兄炼俊杰也是拖了后腿 但是全红禅还是非常的给力 也完成了陈若琳交给他的任务 并且也用两条的成绩 把中国队从一个垫底的位置拉到第三名 所以总的来说 我觉得全红禅这次的阿联酋之旅 没有留下多少遗憾 他也可以说是出色的完成了整个国家队的任务 而我们也看到在这一次比赛结束之后的话 那么其实全红禅他的队友 李正也特意发了一个视频 去埃特他的队友 并且也是拉了几个人入境 但是从这一次的一个视频当中 我们却没有看到全红禅那个身影 好像是其他的队友出现了 但是全红禅却全程连跟头发都没有露出来 所以有些粉丝看到这样的一个视频之后 就觉得李正他们是不是在冷落 或者说在这个孤立全红禅了 毕竟全红禅取得这么好的一个成绩 那么是不是有些人说 可能会嫉妒他的一个成绩 所以才采用这样的一个方法 去孤立他 不让他出境了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样的一个评论区当中 确实有不少的粉丝去质疑 那么去怀疑他们这样的操作 结果没有想到 那么其实真正那个原因曝光之后 却让很多粉丝真的是很意外的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很多粉丝提出 这样一个质疑之后的话 其实全红禅那个尸解王涵 也是立马出来辟谣 并且说出了真正的原因 他说队里面有相关的规定 所以让大家不要去责怪他的师弟 那么这个所谓的规定 那么大家其实也都非常的清楚 也就是中国跳水队这边 想去刻意减低全红禅那个曝光量 所以其实除了各大官媒去刊登他的报道之外 那么他们希望说自己的一些队友 不要过多的去曝光 全红禅给他造成太多的一些困扰 所以呢才提出这样的一个规定 让大家呢去发布这个社交平台视频的时候呢 不要带上全红禅 让他能够安安心心去这个打比赛啊 或者说安安心心去接受训练 而不要接受外界太多一些网络的干扰 所以其实啊 这一次我觉得其实对全红禅来说 那么确实能够看得出来呢 整个跳水队这些队友 包括整个跳水队的一个良苦用心 因为我们也知道自从奥运会结束之后的话 那么实际上呢 其实全红禅呢 确确实实遭受到很多的一些麻烦和困扰 那么也要很多人呢 也是围着他转 让他自己来招受到了很多的一些舆论的压力 那么对于每一个运动员来说 如果说你想要出好的成绩的话 其实必须在一个比较严肃 或者说比较一个亲近的环境当中呢 不断的去提高自己 才有可能出现一个好的成绩 如果说你因为这样的一个网络流量和关注呢 被外界太多的一些干扰了 就很有可能影响到你的专注度 甚至在比赛当中心不在焉 所以对于全红禅来说 那么确切实实呢 我们也看到他的师姐 也已经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想法和要求 我们也希望全红禅以后呢 必须严加注意 尽量避免和外界有太多那些接触 尤其他现在呢 已经成为一个流量的人物 那么确实呢 会受到外界很多的一些关注 我们也希望他能够保持一个初心 借交借照呢 能够继续保持一个初心 继续训练下去 那么才能够争取 在之后取得更多的一些进步 才能够争取在明年 甚至之之后的奥运会当中 帮助我们国家对获得更好的成绩 这一点呢 也是相信是很多喜欢全红禅的一些粉丝 所希望看到的 我们希望看到一个不断变强 不断变优秀的一个低调成熟的全红禅 我们不希望只是看到一个流量明星 好了 本期的量仔聊球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